時事焦點 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回到第二節的對話韓人的時間 繼續和韓先生關心其他國家大使 在這一節中我們關心一些貿易問題 我們看到總統特朗普最近推出關稅政策 我們上星期很多時事評論的節目都說過 這個對於整個世界影響比較大一點 總統特朗普也推出一些挺有趣的措施 譬如說豁免一些國家和其他國家有商討 主要是說他針對的目標都是中國 最近有一個最新的消息傳出來 上星期說要將10億的貿易逆差扭轉 要清平中國和美國之間10億的貿易逆差 今個星期又說不是 其實是1000億 怎麼看這個數字方面 總統特朗普好像 經常在貿易問題上都大做文章 但每一次都被人找到一些問題出來 韓人先生 你怎麼看總統特朗普對於 這個關稅問題的處理呢 這個顯示特朗普對於這些具體的資料掌握得不多的 這個數字對他來說 我想法是一種比較蒙茶茶 本來去年 中美貿易 中國的順差 美國的逆差 是3700多億 但是特朗普就說要中國考慮想辦法 如何減少10億 一個billion 馬上被人發現有沒有搞錯 幾千億的貿易逆差 要減少10億 國務院的發言人馬上出來就糾定了 原來總統講少了兩個零 應該是1000億才是 另外還有一件事也證明 特朗普對於這些事情就真的是一般的 他有一次看到特朗多 加拿大的總理 就說喂 我們兩國之間貿易 我們有很大逆差 你這樣不行 特朗多就說不是啊 沒有啊 特朗普就立刻叫人去查 一查回來告訴他 真的 不單止沒有逆差 並且美國和加拿大的貿易 美國還有一百多億 一百二十五億的順差 罵這樣的笑話出來 並且這個文件這個報告 是特朗普自己簽了的 簽了名字的 但對這些數字他自己也蒙茶茶 這個證明特朗普在這個問題上 如果用陰謀論來說 就是基本上他是先萬千要假 有你無你 先嚇壞你 是吧 如果原來買這樣不是 騎騎一點點 算數 那關於對美國對中國的貿易 逆差呢 就素來呢 都是兩個國家有不同的計法的 比如按照美國的計法去年是3700多億 而中國的計法呢 只有2000多億的 是吧 並且呢 中國一直都認為 我們不是不想減少疫差 我們想啊 但是我們要的東西你不賣啊 我想賣你的東西啊 減少疫差啊 但是你不賣啊 那怎麼辦呢 中國要一些什麼 最先進的技術啊 有一些最先進 最尖尖的設備啊等等 美國不是 怕 怕影響安全 所以呢 就存在了比較大的疫差 其實呢 中美兩國在 今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呢 這種這樣的貿易的疫差呢 都是會存在的了 到底是多一些還是少一些的呢 甚至呢 有可能呢 越來越多都還沒越頂的 那所以你 啊 現在要中國 減少疫差呢 那大家呢 可能真的有 很長的數要計了 啊 啊 但是呢 特朗普基本上呢 就對於這些東西呢 具體的這些數字的資料就不是很清楚的 他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無論我對哪一個 和你們做生意 我必須要著數的 不能夠跌底的 並且著數還是著大數的 啊 那就最近他 啊 要徵開徵那個 鋼財 鋼鐵 和鋁財的稅 也是這樣 啊 那就搞到那些民國啊 啊 啊 歐盟啊 日本啊 韓國啊 這些啊 啊 就吵了 因為要搞多些稅啊 啊 那所以呢 就很不滿 但是 歐盟和日本啊 韓國這些呢 就衰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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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呢 啊 他們這些呢 啊 就向美國就提出 啊 不如這樣吧 我們大家走夠腳趾 還來呢 來到 壓制中國 那麼 你給個豁免給我啦 啊 不要責我這麼多稅啦 這樣 那這種叫做什麼行為呢 這種叫做衰症啊 啊 就是你一發我 我馬上就答應了你啊 啊 你要什麼條件 要做什麼 我答應了你,最重要是你不要罰我 這些衰靜政策在歐洲是有傳統的 事件的時候有很多國家,例如法國、英國 這些對德國的法律師採取衰靜政策 最出名的就是莫尼克協定 就是暗示允許、容許德國打一些國家 例如波蘭這些 最重要是你不要打我 但是歷史證明這些衰靜政策 終於是引火燒身的 德國打完了波蘭這些國家之後 零箭頭就再來打法國和英國這些 終於這些想發行衰靜政策的國家 亦都遭受到德軍的鐵牌 這樣我覺得歐洲到現在還未吸水教訓 現在這些貿易政策的關稅壁壘就很明顯 越來越明顯是針對中國的 我預料中國一定不會採取衰靜政策 我和你鬥一下 你說要徵我的稅 我就徵你的稅 美國有很多農產品、雞肉、可可樂等等 都要出口去中國 中國到時就徵你的重稅 終於大家就在這裏 捆斥 是嗎? 攬著來死 看看誰能捱得到 終於就是這樣 中國歷史上 對衰靜政策 有一個很出名的故事 這個故事是登了在《知治通鑑》這本歷史巨訓的第一個故事 三家分進 進國的時候 春秋戰國時期 進國有四個最大的家臣 有四個大臣 就在這裏把持著各病 這四個大臣 我們本來用A、B、C、B 來代替 這四個 A 最強大的 為了震懾其他那三個 還拿點好處 於是就叫其他那三個 B、C、B 就要他們割些地出來 那B和C 就答應了衰靜政策 你什麼 我怕了你 我怕了你 我給你 這樣 就割一個城 給他 但是 B幾打都不肯 跟他鬥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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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D 在這個鬥爭裏面 就說服了B和C 告訴他們 是否厲害 就是我如果現在 被A吃了 A轉頭 就會來吃你 吃B和C 你們兩個 於是這兩個 想想一下也是 有危機 於是 B、C、B 聯合起來 就滅了A 跟著 這三個 家臣 將進國 分開三分 各自佔了他 就是趙、韓、毅 這個就是有名的故事 三家分盡 中國有這麼長的歷史 有大量的案例 可以參考 就知道 衰靜政策 是行通的 是吧 對敵人的強勢的敵人 如果你是他 得穿進尺的時候 你步步退讓的時候 是非常危險的 這件事來的 現在歐盟 日本 想說聯手 來押制中國 等美國 拿多些好處 以為這樣 自己就安全 我覺得這件事 真是疑上天台 真是如果他們聯手 打倒中國的時候 美國回頭 就會對付歐盟 和日本 尤其是特朗普 因為他是貪得無厭的 他想拿很多很多好處 所以我覺得 這個發展 基本上是重複中國歷史的故事 卻之就是中美兩家 在一邊我捱得住 到最後 如果實在什麼時候 日本和歐盟 就看你站在哪邊 如果是 站在中國這邊 如果大家聯手來制衡著美國 他們或許更好 否則 將來 都很危險 不過 如果說 特朗普的任期 不是很長 充其量 還有七年 如果要埋過七年 換總統上來 比較明智 大家也好 知道 對話 今天節目時間來到尾聲 非常感謝韓仁先生 我們下星期同樣時間 繼續有時子觀察的 對話韓仁 謝謝韓仁先生